大家好 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外国人会不会告白 干嘛不会 不然怎么会有confession这个字 因为confession真的只有 跑到那个箱子里去 然后去告诫 然后就被神父侵犯 对不起 开玩笑 所以这个人说的是 今天我搞砸了 Today I fucked up 借由什么事情 by what telling my crush about my feelings 所以这个人跟他的crush 也就是他单恋的对象 告白了 那告白之后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外国人也会告白吗 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 而且我们今天重点要讲ever这个字 我知道很多人以为ever就是曾经 I ever go to Japan No so wrong 所以不是不是不是曾经 我们要把这个观念从脑袋中拿掉 这算是个复习 我讲的东西很多都是复习 但是我有很深刻的感觉到 我很久没有讲ever了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拿来讲一下下 好 先读一下他的这个文章就好了 I'm a 28 year old guy 所以他28岁 who looks 18 他看起来18岁都不到 这个expression不要学 什么这个鞋 那个飘飘猫猫虫 然后18加一个减好 那这个英文也不应该这样说 但我相信他比较年轻 28岁还年轻 写着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and have lacked social skills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wasn't very successful with women 所以他一直以来都缺乏了social skills 所以缺乏是要技能 所以因此就跟女人不太有成功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一个heterosexual 他是一个异性恋的 a few months back 几个月前 I have met someone with whom I have felt like there was a connectio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其实我可以看得到 他的英文 有一些不太妥的地方 但我身为老师看得出来 不过没什么纠正他的 所以这边事实上 不需要用现在完成事 a few months back I met someone with whom I have felt like 所以时代调整一下会更好 但我们这个不管了 所以他觉得 一开始就跟他就有一个connection sure ok and I seem to have won her trust as well 所以他看起来好像 也已经赢得他的信任了 所以要是你今天赢得一个人的信任 你可以win somebody's trust 可是有一个动词片 叫win somebody over 就是赢得他的心 所以加一个over放在后面 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you win somebody over 你交了一个新的对象 然后你去见他的父母 结果见他父母的时候 你送了一个他老人家 很喜欢吃的东西 因为你听过你另一半讲过 所以你马上就可以把这对老人家 win over过来了 这样 Alright So we had spent some great time together She was also giving me quite a few compliments and have helped me grow as a person a lot 所以花了时间在一起 然后他给了他很多的 complement 称赞之类的 然后帮助她成长 I simply felt that she could be the one for me 所以他觉得 她就她了 她的人生中就她了 She could be the one We had clicked on so many levels 所以我们在很多层面上 是契合的 所以click这个字就是cut一声 那cut一声就可以你想象一下 两个东西 一个笋头 一个这样子 扣上了 所以扣上东西 发出的cut一声 就是click 所以你如果说 你跟一个人有很click的话 就是你们两个扣得起来 这样子 很搭 很契合 matched So we had clicked on so many levels 所以这个 这个on是 哪里的片语 你觉得是click on吗 还是on level 答案是level 所以level前面的阶系词是on OK 在某些层面上 我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 so on some level I am a very pragmatic guy 所以on some level 这个片语 我也答一下好了 所以在某些层面上 OK 在某些层面上 所以on 所以不是click on 而是on so many levels 好 OK quite often we got emotional as well 所以他们两个也 常处在一起 其实我这也不太理解 什么叫做get emotional 很有情绪吗 好 然后接下来说 Today I finally gathered my strength to talk to her about my feelings 所以他决定 他这里用的gather my strength 可以 我们台湾人比较 常学到的就是什么 summon up my courage pluck up my courage 所以他可能用的是 勇气 courage 前面用的不见得是gather 但无所谓 他这边我们都看得懂 所以他gather起了这个鼓起的 他的力气 来跟他讲感觉了 And her simple response was I cannot look at you as a man You are sweet and all But there simply not going to be anything between us 所以是这个女人说的 非常的这个heartbreaking 所以我没有办法 把你当成一个男人来看 I cannot look at you as a man You are sweet and all 所以这个and all 算是一个就英文中常见的一个用法 ok 所以 你很贴心啊 之类的啊 这样子 所以这个and all 很难翻说实在的 ok 所以你贴心是没错啦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你是很贴心 很棒啦 之类的啦 这样子 但呢 我跟你之间是不会有东西的 There is simply not going to be anything between us Sure ok 所以这是他第一个 15年来第一个喜欢的人 好 什么这些 好 虽然就不讲 我们在看这一句 I don't think anyone will ever love me for real 我们要讲就是这里的ever 如果你把ever理解为曾经的话 你看这怎么套进去 I don't think anyone will love me ever will ever love me same thing 难道翻译成曾经吗 我不认为会有人曾经爱我 可是这是未来 他讲的是 他不认为从此以后会有人在爱他 会爱他的 所以这个ever到底怎么用 好 我们这里就回来这里 ever的用法 总之他不是曾经 他只有在一些很狭窄的内容里面 才或许翻译成曾经是过得去的 很狭窄的内容 我们先这样说 他通常是 通常 不出现在 肯定句 通常 但我要强调通常 因为还是有例外的 OK 不过通常不出现在肯定句 所以你不会跟我说 I ever went to Japan 所以 我曾经去过日本 这是错的 因为这是一句肯定句 我去过日本 我刚刚说的 通常不出现在肯定句 你把它丢在肯定句里面 就不对了 它通常出现在哪里 它通常出现在三种不同的句子里面 所以它会出现在疑问句 OK 所以 通常出现疑问句 OK 比较级最高级 再来就否定句 就这三种 是你拿出来用 一般来说是不会出问题的 不会出问题的 所以其实我就可以再更简单的把它简化一下下 就是Ever这个字 如果你一定要寻求它一个中文的翻译的话 我的答案就是 这个字本身翻不成中文 没有任何意义 OK 字意上 没有意义 它的功能 就是强调语气 OK 加强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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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的功能 所以你看 疑问句好不好加强语气 可以啊 如果你想把一个疑问句讲的语气强一点 用Ever来加强 比较级最高级更不用说了 一个东西是最高最高的怎样 加强语气 用Ever 否定句也可以 所以我绝对不会这样这样加强语气 来我们都用一个几个例句来试试看 问你你有没有去过日本 好我们刚讲说我去过日本对不对 用疑问句问你有没有去过日本 所以 所以 Have you been to Japan 这就是问你这人生中有没有去过日本 OK 或者也不见人生中 我可以说从某个时间点延续拉到 像从你的20岁以后一路到现在 你有没有去过日本 So have you ever been to Japan after the last time you went 这样子 所以总之 这样子可以 那加个Ever Have you ever been to Japan 没问题 OK 但没有Ever 还是通的 其实 好 比较级最高级 我们就最高级来一个好了 例如说台北101曾经一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 所以台北101 我如果说 Is the tallest building ever in the world 这句话有 It's factually wrong 事实上是错的 为什么事实上是错的 因为它并不是现在是 它现在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曾经是 对吧 所以这里用Is不对 如果 那怎么改才会对 很简单 你说把它改成Was 就搞定了 你知道过去是就是以前 然后现在就没有了 不一定没有 但是多半讲的是没有 所以台北101 Was the tallest building ever in the world 没问题 你看这里有没有ever 有 加强语气用的 OK 好 加强语气用的 否定句也很简单 其实 那否定句我们讲的更简单一点点 或者我们讲的更完整一点点 你都会never这个字 对不对 right 频率负持 永不或之类的 绝不永不 所以 I will never lie to you 你跟你的这个女朋友说 我绝对不会骗你 I'll never lie to you 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 好 anyway 那never 其实说穿的 就是not ever 拆开来的话 所以 这句话就可以拆成 I will not ever lie to you 也没问题 甚至 你可以把ever放到句尾去 I will not lie to you ever OK 所以ever 放在否定句里面 加强语气来用 OK 好 我们再把它讲的更完整一点点 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 ever 通常不出现 在肯定句 而只出现在 一问句 比较级 最高级 还有否定句 这三种句子 那我们刚刚讲了 通常不出现肯定句 可是还是有例外吧 对吧 所以我们来讲几个 肯定句会出现的 的例外 例外就包括有像是 加强语气用的 自从什么什么之后 什么什么就怎样 自从我搬到桃源之后 我这个呼吸道上的问题就好了 因为高雄的空污比较严重 虽然说桃源还是严重 可是还是比高雄好一点 所以我就可以说 since I moved to桃源 my breathing problem has improved OK 好 我的这个breathing problem has improved 用problem来说 has been alleviated 减缺好了 换一个词 所以我的breathing problem 被减缺了 所以since I moved to桃源 自从我搬到桃源 我可以加强语气吗 可以 ever since 所以这是个肯定句 而且是用since连接词 接着两个肯定句 但它的用法就是 ever since 和在一起 就是一种语气上的加强 还是语气上的加强 还有另外一个会看到的 肯定句用的 就是if句里面 如果你骗我 所以我永远不会骗你 如果你跟你女朋友说 我永远不会骗你 那我女朋友就跟你说 好啊 你如果骗我 我就把你积极割掉 所以 if you lie to me I will cut off your dick 简单的一个句子 那ever放哪里 if you ever lie to me 那这个ever 翻成成金吗 没有吗 加强语气而已 OK 好 我们这样算是把这个ever讲的蛮完整的 吃个复习 一段时间会再复习一次 相信我 因为这个东西 我就是知道 大家并不是可能 没有可能把它背起来 那你说 为什么可以记这么说 我已经把这个东西 在补习班讲过了千次万次了 好 说的可能夸张了 千次万次没有 但是我相信应该有超过百次 真的 OK 好 所以早就伸直在脑袋里面 而且说真的 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脑袋都是转力句 我不是背规则 我是在转力句 你说 你怎么一下就可以讲出来说 它有长寸院在三种句子 三种句子分别是 疑问句 肯定句 跟比较级最高级 因为我一边在讲 它会出现在三种句子里 我只记得有三个 但是三个 我就三个 哪三个 哪三个 脑袋马上转出三个不同的句子 分别就是那三种了 其实 OK 你可以说可以转那么快 人脑本来就可以转那么快 你也可以 只是你摸英文摸的不够久而已 好了 anyway 这个扯远了 来 回来这边 我们再讲最后一个 这个 这里 OK 好 因为那个女生说 我永远没有办法看作你 把你当成一个男人看待 对不对 我跟你之前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这个人就有点站在 原po男生的角度来说 就是 我也替他辩护一下 就是 这个女生事实上对他还蛮残酷的 他不是只有打枪他而已 他讲的话还真的有点点 fucking heartless 我也蛮同意的 所以what she said was pretty fucking heartless 所以前面这个 in his defense she didn't just turn him down 所以我也替他说个话 所以这个in somebody's defense 就是 替他辩护一下 所以这个somebody可以完成 像例如说 我今天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 我一直在辩护自己 我说了一个什么借口 什么干嘛的 然后你说 没有没有 你才不对的 这样子 然后我可能就是 in my defense 我这样这样 so in my defense 也可以 in his defense in her defense in their defense 这里somebody可以换 然后后面到底还是要接主持动词的 ok 好 这里大家看完了 我觉得这个原po其实还算是勇敢 因为他后来在他的一些回应中 他事实上回了很多 你看这里有个op有没有 只要是op就是他自己回的 ok op就是他自己回的 所以他讲了蛮多话了 所以我觉得他蛮勇敢的 因为他愿意 他愿意接受人家拒绝他 但有的人是无法接受被拒绝的 so there are people who would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so take no for an answer 这个片语 就是你愿意 就是把不要当成是一个人家给你的答案 然后你愿意接受他 ok 这个讲得好露俗 什么就说不要当成一个答案 然后你接受他 但你知道有的人是不愿意接受被打枪的 so there are people who would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然后可能就会有情杀或什么之类的 那这样不好 所以这个原po有说 那被他拒绝之后他就笑了一笑 然后还继续跟他度过了他们那天的约会这些的 that's quite a man ok I admire that 那我的人生也一直在学习这件事情 我不是一个 不过我不是一个场面要打枪的人 就是讲得好像很屌 主要也是因为我手也很少伸出去 我很少手伸出去去要 跟人要要什么东西 所以被拒绝的机会相对也就比较少 就是了 好我们又不要再不小心讲一些个人的事情了 no I don't do that I try not to do that 或者even if I did it wouldn't be too much 好就是最后一点点 然后我随时就会塞给你一句 我是Paul我们下次见 就是现在了 我是Paul我们下次见 哈哈哈哈